赛大头居然被咬了满头包 毕露吉 蚊子是怎么吸血的 妈妈 下完雨这蚊子更多了 你看又给我咬一个大包 养死了 哎呀 你闹踩一个 有什么好抱怨的 你看我 整条胳膊让蚊子吃了自主摊了都 没办法 现在就是蚊子多 什么 居然比我还多 那我就放心了 不过妈妈 你说蚊子那么小 是怎么吸到我们的血的呀 蚊子是怎么吸血的 你等着 我去给你搬救兵 赛大头 你快来 哎呀 又怎么了 什么赛大头 你也被蚊子咬了吗 你还笑 这蚊子实在太多了 还专门咬我脸 气死我了 不笑你了 赛大头 你快给我讲讲蚊子是怎么吸血的吧 哈 这可难不倒我 假设这是我们的皮肤 下面还有一些组织结构以及血管 当正在密室的蚊子发现这块肥肉的时候 就会准确地降落在我们的皮肤上 首先 它会先在我们的皮肤上 吐一口老痰 没错 这就是它的麻醉剂 好让我们感觉不到 它后面的操作 其实蚊子的嘴巴是由六根细长的针管组成的 但是没有显微镜 我们是看不到的 这六根针管有各自的任务 前两根锯齿状的针管 负责割开我们的皮肤的表皮 然后后两根负责清除寻找血管的障碍物 接着 下面一根会向我们的血管里 注射防止我们血液凝结的液体 最后 这根就负责把我们的血液吸到它的嘴里了 当它吃生后 就会飞走了 哎呀 痒死了 哦 原来是这样啊 那你说它为什么要吸血呀 笨蛋 当然是为了生小蚊子了 生小蚊子 赛大头 那你可不能让它吸你的血了 不然生的小蚊子 岂不是像你一样厉害了 太可怕了 小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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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蚊子